欢迎来到华氏98.6 前一阵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长辈 弥留之际 医生就说了 所有手段用尽 今天晚上就要走 我跟他说 你在他身边念念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后来他就拿这个 现在的手机都有嘛 就放放放放放 我绝不骗你 第二天老人家起来出院了 现在还活着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是大家熟悉的一句话 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也一直以来被人们推崇 其实有一个比这个更宏大的愿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这个愿不但是要入地狱 还要常住 来帮助那些堕入地狱的灵魂 得到超脱 发这个愿的就是地藏王菩萨 今天我们就讲讲地藏菩萨和他在中国的化身 唐代朝鲜半岛新罗王子金桥爵的故事 地藏王菩萨和文殊 菩贤观音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 合称为四大菩萨 分工不同 在中国呢 有各自的道场 文殊的道场 在山西五台山 浙江的普陀山是观音的道场 四川峨峨山是菩萨的道场 而安徽九华山则是地藏王的道场 那何为地藏呢 因其安忍不动如大地 净律深密如秘藏 故名地藏 智悲行愿是大乘佛教四大菩萨的标准 文殊表智慧 观音表慈悲 菩贤表行见 地藏表愿力 所以求学呢 可以拜文殊 有难拜观音 福报拜菩贤 生死拜地藏 这么说呢 好像拜佛拜菩萨有些功利了 而且啊 各位菩萨的能力呢 也不是单一的 比如说地藏菩萨 不但管生死 他还可以求财运 我们知道 一个人如果没有福报的话 修财神会很难 而修地藏王菩萨 则不需要福报 地藏王菩萨 就是大地的宝藏 只要想一下地藏王菩萨 不管你起不起岛 有没有信心 财富都会降临 不过即便如此 各位还是不要临时抱佛教 平时还是要多行善事为好 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 在佛经中本来的形象 和到中国后的形象呢 正好相反 掉了一个个儿 观音菩萨原本是一个勇武的男子 到了中国呢 慢慢演变成了女人的形象 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 妙善 而地藏王菩萨 本来是婆罗门的女人 到中国后 因为化身金桥诀 成为了男人的形象 稍微解释一下化身这个词 在佛教里啊 化身不是变成了某个人的意思 而是佛本来就有三身 法身 报身和化身 法身是毗卢遮纳佛 只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佛性 体现了佛法的本身 报身是罗舍纳佛 只经过修习而获得佛果之身 化身呢 是释迦牟尼佛 指佛为度脱世间众生 需要而限之身 一般人啊 愿意把化身当成佛 这是不对的 打个比方 不是很准确啊 这就像基督教中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而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 不要把佛或者菩萨具象化 就好理解了 佛和菩萨不是某一个人或神 而是一种精神或者理念的终极状态 说回到故事 地藏菩萨在印度的化身 那个时候啊 当是佛还不是释迦牟尼 而是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简单介绍一下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的寿命是八十岁 而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活得稍微久一点 一共是四百千万亿阿森奇节 亿阿森奇节是十的一百四十次方年 不过就算这样 那个时候呢也已经不在了 当时是他的相法时代 前面说到了 他本来是第一种姓 婆罗门的一个女人 但是却信奉佛教 而他的母亲呢 却很讨厌佛教 经常对见到的出家人 或者是沙门出言不逊 每当这个时候 婆罗门女都要劝母亲向善 可是呢没有什么用 母亲去世以后 婆罗门女知道 因为母亲的夜暴会堕入地狱 可他非常爱自己的母亲 不想母亲受此苦难 于是不失僧众 在佛主的指引下 口诵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的佛号一天一夜 突然间身边的景物发生了变化 往后间他来到了一片大海的边上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黑色海水 他来到了大小铁围山之间的大海 周边围满了夜叉 恶鬼 他口诵佛号 并没有心生恐惧 反而心生怜悯 最后他见到了一个鬼王 鬼王告诉他这里是夜海 是通往地狱的必经之路 通过三重夜海 就能到达根本地狱 而他的母亲本来已经来到了地狱 但是因为他的不失僧众 礼敬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已经消除了夜丽的束缚 到天国去了 而且由于他的善行 不但母亲消了夜丽 就连同一天来到的其他罪人 也一起消了夜丽 得到了解脱 当他得知了这一切 周围景物再次变化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座 他了无了一切因缘业力 来到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向前 发下宏愿 愿我清静未来时节 应有罪众生之祈求 为他们广设方便 使他们得到解脱 这个时候他也就成了伟大的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此外在清静莲华目如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光木女的故事 和婆罗门女的故事差不多 他最后也解救了自己的母亲 也发了宏愿 愿我自今日后 对清静莲华目如来向前 却后百千万亿节中 应有世界所有地狱 即三恶道诸罪恶众生 誓愿就拔 另离地狱恶去 畜生恶鬼等 如是罪报等人 尽成佛境 我然后方成正等正觉 这也就是后来最有名的地藏菩萨的大悦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其实不成佛也是一种残疾 叫做一禅题 一禅题分两种 一种是指完全斩断善根 一个到底 不具备涅槃体制的纯粹的坏人 当然没法成佛 另一种就是地藏菩萨这种 不忍众生受苦 在解脱众生之前 事不成佛 这叫大悲 一禅题 可能您会有个疑问 不是说众生都有佛心吗 包括花花草草 怎么会有彻底的恶人呢 根据涅槃经的记载 如果恶的一禅题 在机缘之下遇到佛 或者认知了善 在那一刻 迸发出了菩提心 那那个纯粹的坏人 也会马上进入涅槃 这就是所谓的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在无尽的时空中 地藏菩萨并不是只有两次化身为女性 他也曾化身为男性 出入人世间 在中国安徽九华山 每年的农历七月三十 都会举办盛大的佛式活动 纪念九华山的开山祖师 这一天是他的生日 神光岭下 九华山佛学院的学生们三步一拜 由山下的甘露寺 一直拜到九华山街南边的肉身宝殿 从佛小一直要拜到中午才能到达 对他们来说 这即使表达了一种虔诚 也是一项修炼 这位开山祖师 就是一个真人硬化转世为地藏菩萨的 辛罗高僧金乔爵 公元696年 辛罗王子金隆基的妻子即将逐月临盆 为保母子平安 金隆基亲自前往南山生义寺 想请市里的高僧来做法事 念经加持 刚到山脚就听到有银颂的声音 天香云飘逸 山蓝阻冰青 明心隐禅路 杏静卧颜松 凡音随风飘 分身赴海东 红尘挂不住 九华赴本名 随着歌声 山路上走来一个游方的僧人 金隆基觉得歌词有些禅意 就上前问道 请问高僧 您从何处来 僧人回 我从何处来 您到何处去 我到何处去 金隆基很聪明 知道这老僧是在用禅机点画自己 于是灵机一动 双手合十 深深鞠躬之后 说道 弟子恭请大师 到寒舍赴灾 老僧笑着说 世上哪有白痴的灾犯 你是想让我去给你做法事吧 其实金隆基正有此意 心想 这个和尚看着 好像比山上那些靠谱 于是就把僧人请回家里 可是到了家呢 和尚既不念经 也不做法 只是闭目打坐 这个时候 夫人已经进入产房 金隆基在外面只能干着急 几次三番去看和尚 却一直是入定的状态 产房里也一直没有动静 等得新交的金隆基 再次来到和尚面前 这回和尚总算睁开眼睛了 看着走来走去的金隆基说道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 就拿一些香过来 金隆基随手抓了一把香 来到和尚面前 和尚说 你到外边 把手里所有的香都点着 插在门前 墙角 路边 花坛这些地方 顺便数一数 一共插了多少只 等金隆基插完一数 一共是99只 老和尚点点头说 一切都是圆生圆灭 大愿望此番注释姻缘 恰恰是99年 花音刚落 后院传来一声 嘹亮的出生婴儿的啼哭 一个男婴 咕咕坠地了 金隆基赶紧跑过去 看自己的儿子 高兴得不行 忽然想到 应该让高僧起个名字 可是等他跑回来 哪还有和尚的影子 只是在夜空的深处 传来一缕 飘飘渺渺的 吟诵之声 鸣挂激林 浮为家 金兮迢迢入九华 乔木长青 阴千古 绝海赞染 渡横沙 金隆基 马上领悟到 这是一首长头诗 于是为儿子取名 金乔诀 金隆基虽然贵为王子 但是呢 他不喜欢宫廷的纷争 他带着一家人远离政治漩涡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这一切都在金乔诀七岁那年发生了变化 金隆基的王兄金里红突然驾崩 金隆基丢下母子 被大臣们拥进王宫 成了新罗国王 他就是新罗历史上的圣德王 因为金乔诀的妈妈是平民 而平民是不能进宫成为王后的 儿子当然也不能成为王子 三年以后国王有了王后 而他们一家作为特殊的平民 在王宫外的生活 金乔诀也再没有见到过父亲 他被送入到新罗国学学习 后来加入了花囊道 花囊道是新罗封建贵族阶级的青少年团体组织 创立于新罗真心王37年 目的是组织年轻人 一起进行武艺锻炼 灌输封建道义和宣传爱国主义的精神 培养出许多中军爱国 英勇顽强的武士 而花囊不仅仅是武艺高强的战士 在举行盛大的仪式的时候 花囊还要负责演奏乐器 绘画作诗等等 花囊的指导者 也就是教练被称为国仙 而普通的花囊也被称为 圆花 花组 风月组等等 但是一般都称之为花囊 现在的跆拳道就脱胎于花囊道的武艺训练 据说成年的金桥爵身高七尺 接近现在的梁蚁 骨骼惊奇 力大无穷 最后他成为了国仙 还带领花囊打败过倭寇的进攻 不过在此期间他也感受到了朋友的背叛 心情的疏离 人事的无常 他感到很迷茫 怎么才能摆脱这一切呢 他突然想到了在花囊训练时认识的无像蚕食 他翻山越岭 最后在太白山找到了无像蚕食 在蚕食的点画下 剃度出家 法号地藏 公元719年 唐玄宗开元七年 他带着自己的白犬善厅来到中国 以求正法 到达中国以后 他是处游历 遍访民寺 终于他来到了九华山下 当时的九华山还是原始状态 但是他仍然剥开荆棘杂草 向山里走去 终于在此山南山谷中 找到了一块向阳宽阔平整的土地 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打坐掺残 当时的九华山 山泉枯竭 遍地独虫 在地藏法师打坐的时候 还咬伤了他 突然地藏法师面前 出现了一位美貌的妇人 他恭敬的行礼后 向地藏法师奉上了药物 并说道 小孩子无知 咬伤了您 我愿意画出泉水来 弥补他的过失 地藏王应声 看了像坐着的石头 果然在石凤间流出了残残的泉水 这位美貌的妇人 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九子三神 公元756年 唐述宗志德元年 当地的乡绅诸葛杰 率着众人登山懒圣 到了深山里 已经是人质罕至的地方了 突然看到有一个和尚 坐在一个洞穴里面残残 洞的旁边有一口破锅 里面有些米粒 掺和着白土 这个就是和尚的食物了 看到和尚生活异常清苦 大为精益 就询问来有 在诸葛杰等人得知了来龙去脉之后 深感未尽地主之意 愧对圣僧 于是发愿为地藏比丘建造禅士 这一年金桥诀地藏法师已经六十岁了 要见四当然要找地主 当时九华山属于敏让河所有 见四要请他施舍些山地 这位敏元外也是坚信佛教的乐山浩师 相传他每每摘生百名必须一位 请动僧地藏比丘以足其数 当他听说诸葛杰等人要为地藏法师建造寺院 十分欢喜 乐意眷筑山地 敏元外对地藏说 九子山头的土地尽为我有任意所需 地藏答曰 以袈裟地足以 敏功许之 地藏法师于是把袈裟一抖就覆盖了九子山峰 敏元外建了圣禧 于是把袈裟所盖之地全部给与地藏法师建造道场 并且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出家 作为地藏法师的弟子 法明 道明 后来敏王外自己也舍熟离城 他拜了自己的儿子道明为师 父子两人后来就成了地藏王菩萨的护法 寺院建成以后取名华成寺 从此九华山成为了地藏菩萨的道场 地藏法师在这里传道讲法 使佛法发扬光大 他远在新罗的家人担心他的安危 于是派了他的两个舅舅来到中国 想把他带回新罗 随成想这两个舅舅也被他感化 最后投入了法师的门峡 以上地藏法师的故事有民间传说 也有神话的部分 我们来讲一小段 看看法师人性化的一面 有一个小和尚出家不久 但是因为耐不住山中的寂寞 就想还书回家 法师并没有为难他 也没有进行劝诫 反而给小和尚写了一首诗 空门寂寂 辱斯家 辞别云房 下九华 爱向竹篮 骑竹马 懒于佛地 拒金沙 天平见底 修捞月 烹鸣梦中 霸弄花 好去 不须贫下泪 老僧相伴 有烟霞 这首诗也被收录进了全汤诗 唐德忠真元十年 七百九十四年夏天的某一天 法师忽然召集弟子们告别 得到消息的人们无不茫然 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消息一宣布 九华山上三十名响 巨石陨落 无情事间被感动了 在大师即将视线元祭的时候 有随从侍奉的比丘尼赶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 寺里的大宗就坠落在地上了 等到比丘尼进入室内 屋顶上的船木也都有几处损坏了 这难道是大师的神通感应吗 大师往生以后 在寒霞中结家夫座 也就是座纲 经过三年 弟子们开启峡盖 准备将大师迁入塔中 却发现大师的面容和在世时一模一样 抬动他时 骨节就像是撼动金锁链一样 正如佛经所说 菩萨勾索百害名义 在塔基的地方 也经常发出像火一样的光芒 因此金桥诀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 在弹力天宫 释迦世尊祖父地藏菩萨 在释迦祭灭以后 未来佛尼勒未生之前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 娑婆世界的众生 由地藏菩萨来负责度化 也就是说在此期间 地藏菩萨实际管理着这个说婆世界 释迦佛把这一重担交给地藏菩萨 并祝福他 对那些尚在恶去受大苦的众生 要特别关心 令其改邪归正 离苦得乐 感谢观看